桃園观音工业区附近的一处路口 被网友拍下 耗枝灯明明亮起的是红灯 而且地面上也写了停字来提醒 但是最外侧的右转车道 大多数的驾驶根本不理会 是频频红灯右转 在42秒钟之内 有17辆车违规通过 画面一出引发了讨论 虽然不少人直说很夸张 但是有网友跟当地民众认为 这个路口的标线设计不良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尽快地改善 车辆行进入口 前方明明亮起红灯 不过最外侧右转车道上的车 却一台接着一台转弯 机车 轿车 小货车 全都一一通过 短短42秒就有17辆车 违规右转 你看现在也是一样红灯啊 但是很多车你看都是直接转啊 时机回到现场 还是有不少驾驶违规 这地点就在桃園观音 大观路与成功路口 民众见状发文怒批 警察不用管吗 因为这路口明明没设置右转灯 必须依照前方后置 红灯时就该停下 路口地面也写了大大的停字提醒 每选要还是有不少驾驶 完全都不理会 去年才出来 以前这里是没有停直线的 大家已经习惯直接下去工业区 影片一出吸引大批网友热议 直呼这么大的停 看不到应该要检查视力 不过诱人之一 表现设计不良 根本就是陷阱 就连当地民众也怒批 乖乖停的红灯 反而糟巴被呛 想要停一下看有没有车 后面那个大车喇叭按住长按 机梦名机梁 机上有停止线 而且上面是红灯 我停下来有错吗 相关单位承诺 将评估改善路口设计 只是在这之前 民众行进时 可要好好遵守规则停下 否则不但危害行车安全 也会上了荷包 记得领珠强 考虑报道